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衬衫与黑色裙装的搭配虽然足够凸显气质但还是显得过于单调 不过对于这套搭配保姆里显然还不够满意 只要添加一些亮色元素 明镜与点栏目 你也有可以穿襲 你也有有穿襲 肚子穿襲 你也有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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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穿襲 还有一个 private 是穿襲 这个衣服都很漂亮 这个衣服就很漂亮 无论是白衬衣和黑色裤裙的黑白混搭 还是黄色外套与白色打底裙的搭配 都透露出浓浓的优雅直信风 究竟BOM LI更偏爱哪一种装扮呢 刚结束PUTCH BUTTON的时装秀 BOM LI就匆匆赶到了下一个秀场 还意外地在后台碰见中国超谋呼唤 一见面BOM LI就跟呼唤推荐起 这场让他火急火燎的大秀 RK的设计者是Yun Chuno 一个年轻人的设计者 30世代初半 女性服有很多女性 很漂亮 很轻松 很细腻的感觉 男性服有很多男性服务 现在的女性服务 也很喜欢香港的年轻人 这两个女生囡团非常喜欢 BOM-Li要看的第二场秀 是自己的好友设计师尹春浩的服装品牌阿几 在韩国众多服装潮牌中 阿几虽然还是一个新鲜面孔 但已经俘获了不少明星的芳心 2013年首次在首尔双周亮相就惊艳四座 柔软轻盈的材质搭配大量的饮花 简单的剪裁衬托出女性柔美 阿几很快便受到了韩国艺人们的喜爱 少女时代 塔拉等少女组合 都是阿几的忠实粉丝 而在阿几的这场秀上 包力权衡再三 还是选择以黑白混搭为主的装扮 黑色西装外套 和短裙搭配白色衬衣 帆布鞋与阿几今年的简约风相得一张 今年的秋冬秀场 阿几走的是都市优雅气质风 服装主打黑白灰色 凸显出成熟女性的魅力 袖子上的大花边设计 几乎用在了70%的款式上 有一种英伦宫廷范的感觉 作为阿几的品牌地造者 设计师尹春浩今年不过30出头 年纪轻轻便已经在韩国时尚圈 闯出一片天 第一时尚怎么能放过 这样一位天才设计师呢 阿几的这场秀 包力是以朋友身份来的 刚看完秀第一时尚 就跟着包力来的后台 近距离认识了这位天才设计师 这位阿几十五蚕 有计师尚的 《春天之中》 《春天之中》 《春天的爱人》 《春天的这样子》 《春天之中》 《春天的爱人》 中山女风转向成熟风我们可以看到阿Kee的女装这块走得越来越远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那么包林会给好友的这场秀打多少分呢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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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ин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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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点 9点 在这套装扮中有一个元素十分惹人注目 那就是帮力戴在脖子上的大令吉 虽然它只是一个小配饰 但是在整套装扮中却打破了黑白搭配的单调感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说起配饰 包里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生活中的它最大的爱好 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新奇小配饰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配饰狂热者 我会有点兴奋起来 我会有兴奋起来 好了 我会有点兴奋起来 这个是 kos个... 高准如果把这招牌可以 直接抠一下 折腾 搭配孔糊图一样 是对于三终的阴水 汽车玩具TG手练 刀锋手环和篮球小挂式 保姆里收藏的配饰 都带着浓浓的男孩气息 对于酷爱穿裙子的她来说 这些配饰正好中和了裙子的柔美 让自己摆脱了男生穿裙子 显得女性化的尴尬 看完今天的两场秀 BOMLE的看秀行程也结束了 今年的首尔秋冬秀场 带给她的除了惊喜还有欣慰 这些年伴着首尔双周一路走向来 可以看到韩国设计师在不断进步 韩式设计也在逐渐走向世界 在韩系和国际的碰撞中 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比较多的比较高的服装 但不过高级的品牌 还没有那么高级的品牌 所以这些模特的热感 也很高的 但是我认为 比较高级的发型 可以看到一些 那些品牌和设计 都可以帮助 首尔时装周 虽然没有巴黎、米兰、纽约 时装周那么热闹 但在官方与民间 共同努力的推动下 已经成为 美亚洲首具意志的时装周 而在中国刚刚起步的上海、深圳等地时装周 是否也应该收获更多 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关怀 虽然时尚并不是人们的必需品 但对美的追求 是每一个国家人民的权利 是时尚让我们更自信 也让生活更美好